这样的布局会不会吸引大家的目光呢 我们说即便是不吸引大家也会有所担心 因为他们全部都攻向北四都 那就会影响到国民党在这四都里面的连任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我重庆 我们看到民众党在民进党的各种努力 跟各种安排之下 终于是变成是非常不关键的少数了 这话不是我说的 是柯文哲自己在和傅婚姬吃饭的时候 给说出来了 这个不关键的少数是怎么形成的呢 因为过去本来他们叫做关键的少数 结果1月15号明明才开过会 他们才拿了自己的看板 向大家介绍他们八个人分别叫什么名字 哪知道这个介绍才刚刚玩了 话也才刚刚说的很噼里啪啦响 让人家觉得他们似乎是出来监督 结果这个监督的力量马上一下子就粉碎了 为什么粉碎呢 因为到了1月31号左右 这个柯文哲既跟国民党联络 也跟民进党联络 而且他还打掉给中间人 那就是著名的绿营的陈永信陈医师 事实上陈医师他压根没有要出来做协调的意思 是因为柯文哲太上他认为陈医师有办法跟绿营联络 而陈医师接了这个电话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莫名其妙 因为时间正好在人家吃饭时间 这个陈医师在吃饭的时候旁边还有好几个医师一起聚会 这一下这通电话就铺了光 等于是好多人都见证了他的谈话 他是要和民进党暗同团去 如此一来等于柯文哲的诚信是全然不见 他屡屡要跟谁说合作 他一定另一边再去跟别人讨论也要合作 也就是他会跟相反方向的两项的人都合作 这样一个没诚心的人 当然最后就会造成他的民众党是没有任何信用 那从关键变成不关键也就奇怪了 这一旦变得不关键 就造成他们在立法院里面 大家不愿意理会他们 也就是说所有的法案 只要蓝绿决定要过就过 蓝绿决定不过就不过 如果蓝绿两边谈不拢 那这个法案就不过呗 或者是谈不拢大家蓝绿两边闲商 那就是指韩国瑜领军的跟柯建民领军的 两支军队说了算 完全不去理会另外这八票 这八票你爱投就投 你不投便不投 结果是完全一样 这就如同之前柯建民也就是民进党的总招所说的 说民众党那八票是废票 这废票这一废是从2月1号起 一直废到四年后完全变成是废票 为什么是四年后呢 因为这四年里面啊 立法院不管是民进党 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来自于五党籍 所有立委的票数是不会变的 因为就算是不分区有人请辞 补上来的还是通党籍人补上来 他们是按照地补制的 而如果是由任何立法委员出缺 或者是去当阁员 他们也会按照这个方式来做地补 如此一来除非是区立委计算性里头啊 有人被罢免 那么那个席次也非常的果少 我们看看过去被罢免的啊 在四年里头顶多是一个 很难达到两个 所以这个结构啊 一直会稳稳的 一直在51对52加2 那么其他的巴西呢 就你真的可以略顾不顾 因为啊51对52 就算不加2或加2都好 那都意味着这个法案呢 肯定是要过了 或者51对52有任何一边 决定杯葛某个法案 那个法案也等同意不会过 这样大家听明白了 那民众党还有什么立场 来作为关键少数呢 他只有在签名的时候 做杯葛与不杯葛的动作 可是只要立法院按照立法程序 来进行的话 就算你黄国昌不签名 或者你八个委员不签名 情况也一样 过照样过 不过照样不过 民众党想要让不过了变成过 不可能想要让过了变成不过 也不可能 如此我所解释的这个内容呢 大家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那就是他们只要纯心的不理会 这个民众党发席 那民众党发席就不必被理会了 他当然就只能向柯卫泽自己承认了 是一个不关键的少数了 如果不关键 那该怎么办 他们只要寻找下一个战场 下个战场那就是2026年了 2026年有什么战场呢 那就是九合一选举又来了 而且六都又是大家竞争的主要对象 那么所谓六都啊 可以竞争的有哪些呢 因为我们知道台南跟高雄 自从六都成立以来 始终就是利盈的天下 除了韩国瑜 在某个特殊的时候 拿到高雄市以外 其他请大家注意 前四都那局面始终是 一下子这个了 一下子那个了 如此以来 不管是台北市 新北市 桃园市 台中市 都有不断政党轮替的现象 所以民众党就在这里 认为他们前往这四都呢 来加以设法攻坚 可能是他们下一个重要的目标 那我们就看到 高雄泽想要攻向台中市 黄国昌想要攻向新北市 而黄山则继续攻他的台北市 至于桃园呢 他可以派张其凯也好 或者派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或者来自于派 这个林国成都行 总委也认知 他们在六都呢 是不会缺席的 那请大家看看 这样的布局 会不会吸引大家的目光呢 我们说 即便是不吸引 大家也会有所担心 因为他们全部都攻向北市都 那就会影响到 国民党在这四都里面的连任 如果影响到国民党 四都的连任 似乎就等于是有利于民进党 简单的说 如果台北市到时候 江安因为黄山参选而落选 你觉得如何呢 一样下一个参选的 如果是江启成和立法院前任的副院长 蔡奇昌的话 那么请问 如果这个局面加入 柯文哲又会如何呢 显然蔡奇昌是会得到庸子力的 一样 新北市啊 如果再派一个新的人出来参选 因为那时候会认已经不能连任了 如果到时候黄国昌插一杠 结果呢 如果是林佳龙要去 林佳龙在那里蒙得起立 那又如何呢 所以难怪民众党这时候 要玩出这个2026提前开始开打的新马戏